什么叫命运?你的命不好又怎么办? 定数叫命,变数叫运 命运是两种事物,所谓的命就是你人生的道路 这条路在你生下来之前已经修好了 有的人道路上是拿百元大钞累成的 有的人道路可能就是农村的泥土 命不一样的,有的人生下来的那个财富 我们这一辈子也攒不出来,对吧? 有的人生下来,他那个颜值呢 我们整容也整不出来,这叫命 别跟命争,在命上面,我们要认识,认知,认同,简称认命 有人说,老师,那人生如果都是定数 我还奋斗干什么,都定好了,我躺平就可以了 我在家里躺着,人在屋中坐,才从天上来 这不挺好的吗?当然要奋斗啊 为什么呢?因为人生不光有定数,人生还有变数 只有定数叫等死,只有变数叫作死 认识定数,修炼变数,这叫精彩人生 认命不代表我们不努力,因为除了命之外,还有运 运是什么?就是你人生的变数 道路定了,但是在这条路上开什么样的车 是你自己修炼出来的 有人在高速公路搞一个牛车,不累死 也会让人追尾给撞死,对吧?这个就是路和车的辩证法 它路很好,车不行,没戏 比如农村子弟经过两三年的苦学,终于考上了北京一所学校 虽然不是清华北大,能考上北游,也特别高兴 我们草根出身,白手起家,从头开始积累,我们的路确实一般 不过通过学习,通过训练,通过提升,我们控制了自己的运 我们修出一辆汉马车,在乡村破土路上,还可以横着开 等你修出一架小飞机,在悬崖绝壁的地方都能找到广阔的未来 这叫任命修运,把握人生 命上我们要认,认识,认知,认同 运上面我们要修,修炼,修习,修养 不要跟命争,但是要跟运争 点赞收藏吧,祝你在未来的一年里任命修运,创造辉煌的人生